四华公路六點放行 時間一到提放在入口處的車輛 像海浪一般湧了進來 還有不少車輛 甚至跨越雙白線逆向行駛 公路坍塌將近五天 終於能單線雙向通行 一天三個時段各兩小時 讓許多問獎一早就來排隊 四點多吧 都還蠻早的 對啊 所以怕說晚來了會 排到後面我們沒有過 我第二班過去 我自己要就沒有用了 在四华公路這邊呢 外頭勤放了許多的大卡車 都是因為沒有等上 八點的通行時間 因此被困在這邊 至少三個多小時 才有辦法繼續前往目的地 入口處排了長長的車隊 一路綿延將近兩百公尺 占據了馬路一線道 影響其他汽機車駕駛的行駛路線 但畢竟通車時間有限 過了表定開放時間 就得耐心等待 因為燙速少了 相對我們的薪資也會降低 收入也會沒有什麼收入 等六點換行 然後我們放行的時候 一直陸陸續續我們一直過來 就趕下好了 趕不上出去 一整個上午跑不完一趟車 只能坐在路邊發呆苦等 蘇花公路貪方也導致 花蓮縣北區五個鄉鎮的垃圾 無法北運到宜蘭縣 立澤焚化廠產生陣陣惡臭 存機的日曬雨林 它就會早氣就會有異味 四天下來累積將近四百噸的垃圾 通通放置在臨時對方區 宛如一座小山丘 但首先每天只有三個時段管制通行 可能還得跟委外業者協調 增加每日運送車次 那目前我們五個鄉鎮總加起來 現在還有一千一百噸 坐下公路一攤坊就嚴重衝擊 花市民生活 只能期盼天空作美 別下雨 耽誤 搶救工程 記者廖威靈 吳慧言 謝偉 綜合報導